各位棒球迷你找我玩 我是阿渡看 投球犯規的原因有很多種 包含固定姿勢後又放下 或者是啟動投球姿勢後 被將球投出等等 那在今天的影片呢 就讓我們來看一下 那些經典的投球犯規合集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開始我們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第一個是林辰華 因為突襲投球而遭判投球犯規 對 投手練之後比較少 就退台 因為大家都接得到的情況下 比較讓我們好 欸 我判投手犯規啦 這個 林辰華 對 竹神裁判不然覺得他 這個投球之前 Settle的時候沒有停 直接就投球了 再多講 翻野只能盡自己的工作 對 再多講會被驅逐出場 啊啊啊啊 真的被趕出去了 這是驅逐出場 驅逐出場就是 罰境以外 啊呀身體上還有碰撞 好教練 這個 那布萊恩先生也這個 也不應該有動手喔 對 這也有點過分了喔 對 不管怎麼樣子裁判你還是要維持你自己的一個專業的態度 你用肚子可以頂 絕對絕對不能動手 對 如果動手去 第二個是柯瑞 手套往下放後 馬上就啟動了頭球 聯盟排名第17 投手犯規 投手犯規沒錯 這樣子 一個牽制的抱頭 一個投手犯規送分 我秉總一定會出來問 剛剛看起來是三雷審抓的投手犯規 對 認定應該是投手沒有停頓 就往本來來投 那這就是裁判的主觀認定 所以剛剛這個牽制抱頭 你看起來有多麼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再來看一下 第三個是江國謙 想牽制卻因為配合失誤 被抓了一個投手犯規 第四個是中信兄弟和統一式的比賽 而主角則是王凱成 上個星期其實 周末對統一的三連戰 是登本了兩場 都沒有失分 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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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這位被抓了一個投手犯規 因為腳底打滑的關係 這個意外 讓王城被抓了一次投手犯規 不過那時候 是上場詢問 等於連續兩球的出手 他的前跨腳都受到影響 王城是直接跪倒在地 當然這樣的情形還是構成投手犯規的 第五個是Lamigo 和統一式的比賽 主角是統一式的陳韻文 梁耀君絕對是有一棒追平比數的能力 哇 這個投手犯規 哇 那但是要注意喔 這個林佑樂這邊是趕快請 應該是請防衛員上來 因為每一切都好好的 真的出現了這樣一個狀況 這真的是也蠻少見的 對 這個主要是因為 剛剛有看到 那一陣雨 雨式還不小 那投手板那邊其實是塑膠材質的 釘鞋 棒球釘鞋踩在那上面 有時候是會有這樣的一個滑的狀況發生 這個還好 不要受傷是比較重要 這個投手範圍我覺得都還蝕小 這個鏡頭真的是比較少見 第六個是異大和統一的比賽 主角則是異大犀牛的林英傑 投手的話 也有殺左投手的球隊就是籃不夠 哇 犯規 投手犯規 突然滑倒 突然腳打滑了一下 結果變成那個投手犯規 球沒有投出去了 是 哇 會造成影響喔 而且現在可能防衛員要上來關心一下 有沒有稍微扭了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受傷 哇 這裡是少見了 少見了 投手犯規讓高次剛的事上到得點圈 哇 不協調 整個跨步也沒做好 第七個是富邦和樂天的比賽 主角是樂天桃園的霸能 球數是領先的 又還有一個暫停 哇 投手犯規 哇 這個時候 這個投手犯規 欸 滑不來了 但是這個是今天這個霸能必須要控制一下 他似乎在這個暗號上 今天跟捕手看 一直有這個 溝通的這個狀況 第八個是樂天和同一的比賽 主角則是樂天桃園的黃子鵬 一號兩塊 欸 這邊是波谷出現了 投手犯規要送分喔 哇 黃子鵬出現了非常罕見的狀況 這應該要準備投的時候 他突然停了下來 曹總這個 很少看到 這個在職業的舞台上面 比較少見到這種 你突然中斷投球的 自己投球的節奏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很少看到啦 不曉得為什麼 就可不可以請那個 那旁邊的記者問他一下 什麼 哇 是不是他 第九個是艾斯特 為了專心對決打者 而故意觸發投手犯規 中 前面也這樣子 三針掉了許多位打擊 欸 欸 投手犯規 哎呀 這個球啊 球沒有拿好 怎麼掉了出來 是 是直接丟下去的耶 這我什麼印象當中 之前 最後一個是呂詠針 也是最最最歐的 再見投手犯規 不是那麼的穩定情況之下 這個勝利方程是會少一塊平圖啊 劉俊豪短棒先擺 哇 這邊 哎呦 小心小心 這邊有些衝撞 我劉俊豪有點 差點 被一毫一壞 點 捕手 哎 第一時間漏 趕快傳啊 哇 今天要不要看啊 紅線的速球超過了60% 那曲球 跟滑球是兩種主要的變化球球 再來還有變速球 再見分 再三壘 哇 投手犯規哦 哎 這邊 投手犯規 因為剛剛有聽到有 場邊有人喊 哇 這個再見投手犯規也太戲劇性了吧 到場邊有人喊 投手犯規 就這樣結束了 這一個 哦 因為他已經看完一壘的跑者之後 他已經準備要做投球的動作了 但是他又回去再看了一次一壘的跑者 所以等於是動作沒有做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啦 有一個許民潔的再見投手犯規 只是因為當時沒有轉播的畫面記錄 所以我這邊就不把它放進來了 那大家覺得哪一個才是你心目中最經典的呢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說你喜歡吃美食的話 可以追蹤我IG 也可以到我偷偷頻道 都市選桌去看一下 我是阿杜佳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